把握大使板块洞察投资局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9月38点5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债务缓解 依然很弱 然后咱们再说说UVXY标普和纳斯达克 这块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好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我爱标普的SPXL而不是UPRO 原因很简单 这个SPXL它的费用比较低 手续费低 然后二一个是它的持有的基金管理费也低 它的收益总体看的比UPRO高 但是呢SPX也有一个不好 UPRO呢有周期权 SPXL只有月期权 如果您要是做cover call 或者是做这个my put 这个sell put这种 那您这个SPXL就别做了 就做UPRO 很多人做UPRO呢是基于期权这块的考虑 那我呢是基于这个个股的考虑 下面咱们就简短的说一下盘面啊 因为今天比较晚 原因呢每周次我跟大家说 我都有例会 标普呢 独置期货夜盘 试图冲击了一下这个4400点 就是4390吧 就是4390 咱们一直说4380到4390是它一个阻力位 一个呢是它50% 一个是它的0.382这块的位置 到现在呢 夜盘的时候 它试图冲击了一下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特别反感的就是大半夜的开始拉 然后呢等到早上起来 4点钟开始拉西了 果不其然 大家可以看啊 今天又是在4点钟的时候开始往下拉西 你看啊这块最高点出现在2点30分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这块还有一个高点 对吧 4点 然后开始 记录过了 开始往下掉 但是我认为 这次啊跟平时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看黄金 黄金呢也是开始拉的挺猛 后来呢 有一个回落 可是我们会发现啊 虽然它现在出现了 15分钟的高期 有可能回踩这个1734这个平台 但是我们来看这一块 一个小时如果回踩17341730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是一个W底的上攻 如果是W底的上攻的话 必然引起4小时黄金级别的金叉 现在引叉上了啊 还没插死 什么叫插死 起码你得有三根 也就三个四小时 那就比较久远了 咱们就按两根吧 两根算 我觉得呢 起码黄金要见一下1750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黄金提前反应了 很有可能纳指会迎来一波小的反弹 甭管它夺路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反弹 咱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也可以看 我说债务环节依然很弱 虽然现在市场很弱 但是我们要知道 昨天晚上的时候 国会这块起码把这个债务的上限给延缓了 延缓了 它就有商量 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事啊 是能过去的 但是后边的很多不确定性啊 我们要看到啊 依然很艰巨 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 您说我要做空 咱们就得说说这个UVXY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吧 阿满跟大家说 我说UVXY 20以下 您去做空 有的朋友一直跟我反应 说你没到20以下 你看这块19块9毛4 这是不是20以下 对吧 我还跟大家说了 我说你要问我做不做 我是不敢做它 我跟大家说 我说你要激进一点的话 在这做 不激进的话 我一直建议大家是在19块1毛钱以下 对吧 那么激进一点了 当时呢 是看到了 它有可能在这儿 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构 现在呢 回头看啊 回头事后制度量看 它是一个头肩底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 在这儿又回到了一下20 但是当时呢 是看不出来 当时呢 我是觉得在这儿 是一个支撑位 支撑位之后呢 没想到它能够走成这个 头肩底 那么这波涨幅呢 反正我是没有吃到啊 因为胆子小啊 确实是这个东西损耗太大 咱们没有必要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市场去追这个15%的不确定性啊 因为你看它往上涨是涨百分之往下跌 它也15%啊 也跌的可快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嗯 千万别去轻易的碰 特别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 它从底下 我说20以下 跟大家说 您要是20以下 激进一点呢 20左右 您买这块呢 有一个15% 这涨了有 这么 两天 对吧 那往下跌的话呢 我估计它连两天都用不了 就跌回到20去了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呢 去做UVXY 您真正的想放空的 您做点什么SQQQ啊 SPXU啊 SPX啊 这种东西啊 我都觉得可以啊 就SPXS 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呢 都比较好啊 你愿意放空的话 但是我现在呢 不认为是一个放空的好时机 你别看标普 现在非常弱 今天咱们说啊 依然很弱 但是依然很弱的前提是什么 它已经上空过一次 4390的位置 也就是说 它有向上突的意图 这种向上突的意图啊 需要我们特别的防备 而且呢 还跟大家说过一个 SPX现货这一块 给大家画过两道杆 大家可以看这两道杆啊 现货的SPX 这个两道杆是在 一个月之前啊 就将近一个月吧 三个星期之前 就给大家画好了的 我说它应该在这有反弹 果不其然 大家可以看 在这有个反弹 然后我说再下来就得看 它黄线得下这第二道杆 然后蓝线 也就是DA这块 压在黄线上 然后再展开一波反弹 那现在来看呢 正在向我预期的这样去走啊 这块呢 我跟大家说啊 也不是说特别神奇啊 有很大的蒙的成分 但是呢 技术呢 就是这个蒙啊 技术就是有规律的去蒙 就是按照我的交易系统去蒙 那么蒙对了70%就是高手 80%就是专业高高手 90%那就快风神了 那咱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啊 已经往这靠拢了 往这靠拢的情况下 你说你现在再去放空 我觉得呢 你就是弄点波动性小了 放空 你可千万别说是用那个UXY那种产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 纳指现在依然很弱 曾经在晚间的时候 它一度涨了0.5% 从这开始算 这是从低点 0.5% 咱不算它最高点吧 我看它的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 它一直维持在0.53 但是早盘呢 在8点钟之后 就开始往下打压 这个打压 感觉呢 不是太好 只是感觉不是太好 但是呢 咱们看图说话 再怎么不好 我们注意 它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是在一个缩量 一直在底部出现了这种 倒梯字线 就是类似于倒梯字线 你说它十字星也行 我们注意上回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说认为标普啊 应该差不多该反弹了 除了这条预期的线之外 还有一点是什么 当时很多人都说 哎呀又要看跌了 又要往下这个 奔着4250去了 我说没有啊 你大盘恐慌的时候 你别慌 为什么 原来就是说出来这么一条 倒梯字线 对吧 一个阴线 一个倒梯字线 然后这块 出了一根阳线 但是这根阳线好看 不像今天是的 今天这有点寒碜啊 但是收盘的时候 会不会说好看一点呢 咱不知道啊 咱现在走一步看一步啊 这根线一出来 我说了 大家放心吧 这根线 插入了这根阴线的实体 一半以上的位置 你看正好三分之二的位置 很有可能 我说在这就会出现一波反弹 那么在这块呢 就孕育出了这个希望之性 当然了 这根线一确立 其实这个反弹就已经确立了 打到这个压力位在下来 那是后话了 这是啊 对吧 那么今天 现在这个样板有点弱 起码我们可以看 由于这根阴线 前面这根阴线太大了 太大了 这根阴线你直接要给它吞了 我估计不太可能 但是今天起码要触碰 4400或者4390以上的位置 才可能确立它的反弹 同时我们要看到 SPX这一块 蓝线距离我画的这根黄线 还有一点距离 我估计呢 金鸣两天就应该能达到 那么估计就是金鸣两天 就基本建议 注意啊 这块即使往上反弹 它这个蓝线也会往下走 慢线它反应没有这么快 只是快线可能开始往起沟 这样的话呢 我估计标普了 在金鸣两天 就应该建到一个阶段性底部 但是阶段性底部之后 它是走一个W底 直接再建新高 或者在新高之前 再往下做空 还是到了这之后 形成一个上升三角形 这咱们现在都看不出来 总而言之 现在这个位置 我建议的大家 要么就是您认为 一些周期股好的 可以布局 你像我吧 现在就买了点Kroger 这两天涨的还算不错 买了点Warmat Warmat是昨天买的 Kroger是24号 周五时候买的 这两天涨的还算不错 还有一些 就是买一些石油类的股息股 这类的票 大家就不要指着 它去赚什么大钱 现在安安稳稳的 拿点股息 大家可以看 我买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涨了两天之后 又跌回来了 它的涨和跌 对于我来说的 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采用它越跌越买 它如果要是说有机会跌到43 到41 我再继续加两次仓 这个股票 现在一年 你有7%到8的利息 深跌的应该跌不到那去 即使它这块走成一个头肩顶 大家注意 它现在很像一个头肩顶 即使它是一个头肩顶 我觉得它也就是来到41 那块是一个大幅加仓的位置 我反倒认为 那是一个大幅加仓的位置 大家 如果要是对这种股息股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 那么由于今天的时间比较紧 咱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加准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